拥有多少存款可以不用去上班 据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人均存款只有9.42万元 而一个三口之家的平均存款 在30万元左右 这对于我国上海北京这种一线城市的人来说 几十万根本不顶用 那么到底多少存款可以实现躺平呢 150万够用吗 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来跟大家揭秘一下 有150万就真的不用上班了吗 全程功能将颠覆你的认知 先跟大家说个成空躺平的真实案例 2023年2月 上海的陈女士和她的老公突然双双失业 陈女士是游戏设计师 失业之后她原本一直在坚持不懈的找工作 可是每家公司都对她的年龄和未来的生育情况表示不满意 尽管陈女士说自己不打算要孩子也不被相信 而陈女士的老公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 失业之后也一直没找到工作 夫妻二人原本对于失业这件事情是十分焦虑的 可是在统计自己过去的收入的时候发现 两人的存款加起来已经有300万元 夫妻俩住在上海环外 但是已经有房有车 没有任何贷款 两人都打算双客 就这样他们放弃了找工作 决定用这300万元生活到老 他们俩将自己躺平这个消息 发布到网上之后 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 大部分人认为300万不够用 然而陈女士和她的老公 仅靠这300万 理财每个月就能收入1万多 而他们两个人加一只猫 一个月的开销也就六七千 300万足够他们活到70岁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300万可不好存 那150万够吗 拥有150万存款 就可以不用去上班 随着社会压力的上升 很多人的梦想 从努力工作变成了早日躺平 但躺平又需要有足够多的钱 所以不久前研究人员研究出 只要有150万元 就能够不用上班 每天睡到自然醒 这个结果并不是空口无凭 而是有数据支撑 首先当你拥有150万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需要 把150万存入银行 而对于银行来说 150万是大额存款 你会成为银行的VIP用户 而对于一些小银行 和地方银行来说 存入150万的你甚至是VVIP用户 你可以直接跟银行写上存款利率 只要你成功的跟银行 谈到每年4%的年收益率 那么你每年都能从银行那里 拿到6万多的利息 就相当于你一个月的收入有5000多 很多上班的人 一个月工资都不一定有5000块 你躺着啥都不用干就能拿这么多 而5000一个月的收入 是完全够你在二三线城市的持穿用度的 再省着点花 或许你每年还能出去旅游一次 当然这一切有个前提 那就是这150万 你只需要养活自己 不需要养其他人 另外就是你不需要还车贷 房贷等其他贷款 这样的话 你自己一个人躺平到老 而如果你还有家人要养 那150万就远远不够了 结婚生子到之后的养孩子需要的开销 别说150万了 300万都是不够的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普通人多久能存到150万呢 普通人赚150万需要多久 据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社会月平均工资是6504元 但这个工资 相信很多人都达不到 那么我们现在就降低点 按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是5000来算 一年下来就能拿到6万块 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 25年就能赚到150万 25岁开始赚 到了50岁的时候就能躺平了 当然能不能活到50岁就不一定了 有的人会说自己的工资更少 那么除去吃穿用度 假设你每个月能存下的钱是3000块 从20岁开始存钱 这样你到60多岁的时候 也就存够150万了 只不过到了60岁 你也确实不用上班了 如果是每个月工资更低的务农人员或者打工人 那可能存一辈子都存不到150万 但是对于很多知名人士来说 存够150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比如嘉宇护晓的大明星成龙 他赚一个亿都只需要45天 赚150万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还有就是我国首富马化腾 赚150万也只需要几个小时 除了这些名人 还有一些公司赚钱速度更快 比如华为公司赚一个亿都只需要14个小时 150万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还有苹果公司赚一个亿两个小时就赚到了 也就是说在你眨个眼的功夫 150万就赚到了 央视曝光了一批跟人体贴身接触的致癌物 致癌毒素超过标准20多倍 可能你现在就穿在身上 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 那些穿在身上的致癌物 全程高能绝对颠覆你的认知 一 毒衣服 这是2022年 相关部门正在对深圳某女装公司 衣服进行检测的画面 这些衣服也都是我们在电商平台上 非常常见的款式 加上如果在网上搞活动时 购买价格也很便宜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买这种衣服 然而在经过检测人员检测之后 发现这些衣服中全部都含有 可致癌方向胺染料 连本胺 能分解出20多种致癌方向胺 可能光是这个名字 大家几乎没听说过 但其实这种方向胺染料 一直是我国尽用的染料 因为这种跟人体长期接触之后 会破坏人体DNA 让人患上肿瘤 膀胱癌等癌症 但是因为这种物质无色无味 所以总是被黑心商家 用在针织纱 牛仔外套等衣服上 二 毒袜子 2021年 我国江苏市场监管部门 对某直播平台的袜子 进行了突袭检测 总共检测出了95匹袜子 结果大部分都被检测出了 可分解致癌方向胺染料 比如藕蛋染料 这种物质 就算你买回来 用水和洗涤剂洗上 即便都消除不掉 通常一些色彩 很鲜艳的仿制袜子 就很有可能有这种致癌物 所以大家购买袜子的时候 可以选择那些浅色 没什么印花且柔软的类型 那么除了这几个 还有哪些 被我们穿在身上的致癌物呢 被你穿在身上的七种致癌物 三 味道很重的牛仔裤 这是新闻报道的一个真实案例 上海一女生穿了新满的牛仔裤 没几天 双腿就开始搔痒难耐 并且出现了大量的红疹子 结果一检查是牛仔裤的有毒燃料 导致患上了皮炎 患上皮炎还算是轻的了 更严重的是 有的牛仔裤穿久了 2019年我国相关部门检测了大量流通到市场的牛仔裤 结果发现大部分都甲醛含量超标 有的甚至超标15倍 很多人都以为甲醛只存在于刚装修完的房子里 其实牛仔裤里也有 甲醛长期接触会让身体出现很多毛病 如果买回来的牛仔裤味道很浓郁 那基本上是甲醛超标了 不仅是甲醛 很多染色牛仔裤存在的有毒物质更多 一般牛仔裤做出来是纯黑和纯蓝的 其他颜色都有染色的可能 染色得添加不少的化学物品 所以对人体的伤害更大 大家买回来的牛仔裤如果退不了 可以用温水泡泡 毕竟甲醛是溶于水的 能降低一部分危害 四不起皱的衬衫 没有皱痕的衬衫确实比较讲究 很多人不喜欢自己运 能买不起皱的衬衫 而这种衬衫往往都含有甲醛这种致癌物 因为甲醛的抗皱和固色的效果特别好 能让衬衫一直保持平整 但是甲醛的危害 大家应该都清楚 皮肤接触会损害皮肤 要是吸入甲醛 还会导致呼吸系统肿瘤或者癌症等 更让你意想不到的致癌物还在后面 7种穿在身上的致癌物 5.纹丸核桃 2013年 北京一女子一家四口接连患上癌症去世 患癌的原因居然是因为黄曲霉素 而纹丸核桃上就存在大量的黄曲霉素 很多人觉得 这种放在手里把玩的核桃 核桃手串 核桃项链等都是经过处理的 除了平时会接触到的细菌以外 不会有其他的毒素 事实是 处理过的核桃还是会发霉 只要接触了人体的汗液 就会发生霉变 或者很久不把玩 也会因为超市的空气而霉变 然后产生的就是黄曲霉素 经过科学研究 黄曲霉菌是造成肝癌的重要因素之一 6.染色玛瑙手势 你觉得在景区看到过这种花里胡哨 颜色夺目的玛瑙手势 这种手势看起来非常吸引人 而且价格还都卖的不便宜 能达到几百上千 但事实是 这种玛瑙手势都是人工染色 基本上就是原来不值钱的 玛瑙灰白料 放到染料里浸泡 才出现了花花绿绿的颜色 而浸泡的染料里 含有大量的有毒化学物 像是硝酸胺 硝酸钾 氢浮酸等等 这些毒素滴在皮肤上会腐烂皮肤 然后加工进手势里 就变成了慢性毒物 长期接触被皮肤慢慢吸收 然后损害体内的其他系统 甚至诱发癌变 尤其是那些打孔制成手链项链的玛瑙石 更容易释放毒性 要是打完孔之后 还残留了一些粉末被吸入 那中毒的速度更快 很快就会让人出现发烧恶心 呼吸困难的情况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见